大陸研究室推測 新冠病毒来自蝙蝠 通过中间宿主传染人类 巴西生态学家拉波拉 日前接受法新社采访 警告同样的过程 可能正在亚马逊发生 一名亚马逊原住民酋长 感染新冠肺炎过世 桑里尚为了避免病毒扩散 他的族人只能将棺木 用层层塑胶膜包裹后下葬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冲击 当地38个原住民部落 造成446人确诊 92人死亡 亚马逊与林因为物种的多样性 被称为地球的基因库 但现在当地极度缺乏的医疗资源 让专家担心基因库 会不会变成病毒库 成为下一个疫情暴点 而当地雨林滥伏的问题 恐怕还将加速这个过程 超過11萬人確診 上萬人死亡 巴西總統仍堅持拼經濟 讓生態學家拉波拉很憂心 無限制的開發 蠻荒地區摧毀動物棲息地 會催生新的 人處共同傳染病 一隻蝸蝸 為疫情感染病 美國紐約動物園 一隻馬來亞虎 遭到管理人員感染 成為全球第一隻 確診新冠肺炎的老虎 連續咳嗽喘息數日 並且缺乏食慾 隨後她的雙胞胎妹妹 以及兩隻東北虎 和三隻非洲獅 也出現類似症狀 我們當然驚訝 因為這是第一次 一個人 有自然感染病 而且一個人感染病 幸好在疫情期間 大部分的動物園 都暫時關門 也降低了動物們的感染風險 上海海昌海洋公園 在碧原防疫期間 還出現企鵝 巡邏園區 漫步海底隧道的鬥趣景象 芝加哥水族館 也趁著疫情期間沒人 讓小企鵝到處溜搭 連白金都看呆了 美國堪塞拉斯動物園 更有創意 乾脆帶著一群企鵝 參觀博物館 第一次造訪博物館 企鵝們好興奮 不停張望四周作品 似乎還懂得欣賞名畫 博物館館長發現 比起印象派 巴洛克風格 好像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還有一些動物趁著沒有遊客 自娛自樂 在日本水族館 有隻海塌 就被拍到 獨自在水池中高速旋轉 好像在一跳水中芭蕾 超萌畫面 讓牠在網路上迅速爆紅 同樣是在日本另一家水族館 則是怕園區內的花園蠻 太久沒看到人 恢復營業時會害羞 特別開放遊客登記 和花園蠻 視訊聊天 新加坡動物園則幫紅毛猩猩 開了場泡泡趴 讓猩猩們玩到不亦樂乎 我們會擁有研究 帶還是很重要的 為牠們的大量 為牠們 要讓牠們健康 面裡我們要健康 而是效能 我們是他們的 牠們現在他們有更多 适用狀況 更多想法 因為牠們對海塌 從我們不有 特色旋館 我們認為 我們的牠們 負過 作為牠們 令牠們 所以牠們 有助牠們 三次每個月 不管是讓動物們出門逛大街 還是陪牠們玩遊戲 動物園絞盡腦汁變花樣 維持教課們的生理心理健康 避免疫情期間動物們看不到人 反而無聊 悶壞了